政府、康民署是鼓勵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 去推動這個體育發展 但是現在我們重建這個大球場 就將它做了一個公眾的運動場 會不會是違反了我們這一方面的目標和承諾呢? 我理解到文件裏面第五段 關於我們規劃準則 是每20萬、25萬人的一個運動場 如果用這個準則的話 似乎我們灣仔的運動場是否應該都不好 都不應該有任何 動動它呢? 因為不然的話 都是低於這個水平 我想你確認一下 我覺得你應該研究一下 我們有沒有多一些選擇 而不是拿了一個A餐 你批准我們研究這個A餐 我們A、B、C、D一起做 會不會說我們仍然保留4萬 但是呢 就盡快在重建裏面 滲入一些公眾可以享用的元素 這樣就等不到暴臉天脈 就是你不要只是A 大佬你A、B、C、D 你多幾個選擇來 以前很多都是這樣的嘛 好嗎? 今天其實都收到大家的意見 比較關注的地方 我抄下了 有一些都是說 和灣仔的運動場 灣仔運動場 其實將來會怎樣 正如大家都已經看到 民政事務局長已經回覆了 就是我們現在沒有計劃 去拆這個灣仔運動場的 今天我們就著這個文件裏面所說 由於接下來 那些人 啟得體育園呢 是會很快去動工的 那我們預計 就是大球場 將來的使用率會下降 那我們又需要 其實我們需要 其實是盡早 是就著它那個將來的發展 去重新作一些的考慮和計劃的 那今天我們是第一時間來到諮詢區議會 那希望大家呢 是可以在這裡提出一些的意見 其實我們很希望今天就是說 想走前一步而已 我們不是說 就著文件第七 那個意義發展規模 就希望各議員認同了 第七段所說的東西 這個不是我們心目中想做 也都應該我們希望 藉著今天的機會之後呢 走前一步 和這個建築署 做了這個技術性可行性研究之後呢 看一下相關的安排 是不是可以做得到 那這個是我們初步的構思 那如果假設我們走多一步之後 和建築署 談完之後看過我們是實際怎樣做的話呢 這方面我們都會是透過部門 那就向國議會和議員去跟進回 有關的進度和試行的